朋友们好,我们今天来拆这个宝可梦简中新发售的四方连结礼盒了 一共是有五款,分别是三款88块钱的,一款188的和一款390的 那今天也是来到了这个我朋友开的此乐此时桌优店 他们家明天20号有这个城市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加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拆啊,我们从这28块钱就开始拆好了 他这次卖点是把这个四张这个Vuni的卡放到了这个礼盒里 给大家看看这个卡侧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塑料的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门口的那种,就是买分别面子的时候会送 然后带了四张能拼成一张大卡图的我们这个超梦的卡牌 就是这个样子,来接着那个甲鹤人蛙 唯一一个那个人气接近喷火龙的一个预算家 给大家看一下甲鹤人蛙的卡侧 他居然写了中文的甲鹤人蛙 好的,那那四张甲鹤人蛙的卡牌就是这样的,放到卡侧里 那接下来我们的苍想 我觉得苍想这个卡侧没有前两个好看 你知道为什么它是中文的卡侧吗 为什么 那多新鲜呢 那日本的那些卡牌周边也都是中国生产 好的,那苍想那三卡牌就长这个样子 还是挺帅的 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拆这个皮卡丘相框礼盒 我破案了 我现在发现了 它其实是里边打开有好多个 并不是一个礼盒就这么大 它应该是考虑到最近国内要过年了 所以它弄了一个红金的配色 你要是想让大家过年开心 你不应该只是注意包装 你应该注意一下里边的东西对吧 里边的东西才会让我开心 它这里边有一个咱们简中这个独创的一个相框 哎,这怎么说呢 因为我本人是对相框这种产品非常非常排斥的 我还得把这些卡给你们放进去 这倒是这么那个,是这么 天,杀了我 我弄反了,它应该是这么放 挺好,手工刻一样 傻哈哈哈哈呀,我真的是 生气 哎,好的朋友们 把这个皮卡丘的这四张卡放到这个相框里边就是这样的 它应该是找了非常多不同的画师来画这个皮卡丘 大家如果没事闲的呢 可以输入上面一共我多少只皮卡丘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168的礼盒里边还放了四包我们的这个5.0的瘦包啊 瘦包啊 瘦包 我再强调的瘦包 然后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重头器啊 我们的墨鲁贝壳礼盒啊 它卖这个390 你以为卖390应该有很多个瘦包了吧 其实里边只有六个瘦包 哎,你看吧 这390的卡侧就是比那828的卡侧材质好 哎,然后是一个我们墨鲁贝壳的皮质的一个收纳盒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墨鲁贝壳的皮肤样式的一个卡套啊 可爱是挺可爱的 但是有点可怕 就感觉把那个墨鲁贝壳的皮扒了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四张拼卡的这个墨鲁贝壳啊 上面有我们的玛丽小姐姐 哎,这是 为什么还有还有几张卡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发现它这个礼盒里边多了四张卡 是我们墨鲁贝壳的拼卡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张就是那个玛丽和墨鲁贝壳的四方拼卡 后面是一张那个墨鲁贝壳单独的四方拼卡 除此之外呢 这个礼盒里边还是有6包我们的5.0的兽包啊 兽包 所以我们今天开了这个快1000块钱 我们得到了啊 10个非常金贵的5.0的兽包 如果CHR都不出 那我真觉得这个礼盒啊 我预感里面有大手会联机熊 如果它有大手会联机熊 我都把今天前面的部分全剪掉了 就只夸这个礼盒 让我们两包两包的开啊 这个5.0里边最好的卡 就是我们的这个熊还有马的四张大手会 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开到 但我们随便开到一个别的小手会也行 一个萨路德的小闪卡 好吓人啊 一只猴 又一只猴 一个卡普齐齐的小闪卡 没了 现在两包 一张鬼色的球闪 一个雪童子的球闪 没了 全粘在后面 一共就10包 能再多后面呢 第五六包 可以啊朋友们啊 简中简中我威胁你了 你给我出东西 简中啊 出了出了 一张章鱼筒的幽儿 啊那我可以啊 回包了 可以啊朋友们 我觉得这张卡非常的吉利啊 金灿灿的 但是我现在心情很复杂 就是我开到了就证明 应该至少有六箱的人是没有开到的了 因为这些卡是一整盒拆出来的嘛 啊一张轮擒猫的小闪卡 一张这个铁炮鱼的球闪啊 刚才那只宝可梦的退化 最后啊 梗鬼的球闪 没有 我们今天连CHR都没有 好朋友们 那这就是今天这期 简中宝可梦四方连接礼盒的开箱 如果大家喜欢 想看我开下一次简中的礼盒的话呢 会给他点赞到一千 我们就继续开下一期的简中礼盒 视频最后 我们就用这张开到的张鱼筒 跟大家说再见好了 张鱼筒怎么说 再见 我们张鱼筒是那个 好大拜拜 希望你们里会开出高喊 好大